黄澄澄的今早 全国产量有90%来自宜兰 宜兰邮局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结合公益活动 透过邮政商城通路 要推广这项宜兰特有的农产品 并且帮助阿宝教育基金会 早日筹募交通车 我们卖出来的 每一盒我们会捐十块钱 会到阿宝基金会来 让我们的曼菲天使们 可以更快乐 而且能够乐在这个工作 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很感谢今天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之间也认识到 这么好的商品 然后同时也认识到 我们宜兰的这么好的一些 就是农产 让大家可以更鼓励 我们所有的农民朋友 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收入 这个美丽大方的今早礼盒 取名为早到幸福 以售价299元的价格 在邮政商城贩售 当中除了有向圆山乡农民 采购的两台金新鲜金枣鲜果外 也邀请橘子香加工厂 将蜜酿贵妃金枣放置在当中 成为一个送礼自用 都相当实惠的健康礼盒 除了两斤新鲜的金枣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金枣蜜筋 是300公克的一个包装 那其实这个金枣大家刚刚都知道说 吃了会身体健康 然后非常的幸福 快乐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这个金枣礼盒 能够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 能够帮助我们的曼菲天使快乐的成长 那希望所有的民众一起来支持 移兰邮局将早到幸福礼盒宣传活动 选在阿宝教育基金会 位在宜兰市自强路上的 《蝸牛漫漫走餐厅》举办记者会 邀请院生代言推广公益礼盒 阿宝教育基金会这边提供的场所 也提供的机会 也因为大家的帮忙 然后邮局还有局之箱 给了我们最好的协助帮助 以及日后就要靠社会大众 永远购买 然后给孩子一份很好的空间 让他们去努力 他们有机会工作 就有机会陌生 然后生活就会找到幸福 原山乡当地种植今早的农民 也出席早到幸福礼盒 推广活动现场 呼吁更多有爱心的民众 能够前往邮政商城平台 选购健康养生的幸福礼盒 或是在各地邮局窗口都可代购 每销售一盒 邮局就会捐赠10元给阿宝基金会 宜蘭邮局串起大家的爱心 在寒冬中可以品尝到新鲜或温热过的精早产品 也能够帮助农民和弱势朋友 靠自己的力量继续慢飞快乐成长 这些整个的包装也透过了我们 就是阿宝基金会这边的一个 一些我们的小朋友这边来合作 来帮忙来包装 阿宝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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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宝基金会